人类学概论第四题 请说明何谓终极真实 并举一到二例说明在不同宗教信仰中所表述终极真实为何 例如基督宗教、儒家、印度教等等 你答 终极实在或究竟真实 终极现实是在一切现实存在之中 至高至中而且根本的力量 终极真实就是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 所以形成的根本根据 也就是本体实在或真理真谛 具有永恒绝对等性质 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天国 印度教的犯我神我 大圣佛教的一切法空 诸法实相 儒家的天命天道 道家的常道 无常无明之道 这些都是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 所以终极真实可以说 它是保证每一单独实存 在精神上操克死亡 或是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真正理据或根据 通过宗教或哲学的探索 一旦发现了终极真实 就会有终极目标的定力 在基督宗教是永生天国 在印度教室轮回的结束 而与犯我神我合一 在佛教则是涅槃解脱 在道家是与道玄同 而儒家就是会强调 人道天道的实现 与个人的安身立命 其实终极目标的定力方式 虽然各有不同 所以定力终极目标的基本理由 或是意愿 它还是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都是牵涉到死亡精神的操课 或是生死问题的彻底解决 在亚伯拉罕的这些宗教 包括像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非人格化的神是在幕后 并超然万物的至高力量 神被描述为是无形永恒 全能全知全善的 通常也会被描述为 这种超脱时间 所以神被认为是 宇宙创造者与道德资源 透过自然法而被众所周知 基督教认为 上帝就是一切事物的主宰 人的死亡是由原罪而来 但耶稣为了众人 亲自进入而且征服死亡的领域 因此信徒们不需惧怕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与死 只要遵循基督教义 全心跟随主耶稣 就可以在死后的世界 真正获得安宁 伊斯兰教是一神论宗教 信仰是阿拉 阿拉就是唯一真神 可兰经是最重要的经典 对伊斯兰教徒来讲 死亡意味着归真 也就是返回至真主阿拉的身边 死亡只是一个过渡到复活日的过程 而过程当中需要接受阿拉的审判 只要你在今生行善 而且全心信仰 就可以获得永恒而仁慈的后世 因此伊斯兰教导他们的信徒 一切世间万物都是阿拉的安排 佛教讲究诸法皆空 一般拒绝终极实在的概念 因为他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空 毕竟涅槃也是空 在一些上部作的派系当中 涅槃是究竟实相 但如果用消极的术语来讲 其实涅槃是无想和无为 佛的原意是觉悟者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佛性 是追求涅槃的契机 佛教重视修行 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涅槃成佛 在佛教的观点里 痛苦的根源是无名 而生命进入六道轮回的原因 就是人们对于贪爱执着有所攀缘 所以众生皆苦 要做到真正的离苦得乐 只有透过涅槃并且超脱轮回 那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涅槃 不同的佛教派别各自有各自的方法 例如禅宗讲究顿悟 然后净土宗就追求当生成就往生 而且要到极乐世界 然后鉴修成果 不变的都是要达到涅槃的境界 一定是要放下制作 才能追求真正的解脱 而在印度教当中 泛代表至高的宇宙原则 也就是宇宙当中的终极实在 印度教在主要的流派当中 泛是一切存在的事因 它是无性无限永远的真理跟极热 它永恒不变却也是变化的原因 泛作为一个形上学概念 是宇宙中一切多样性存在的单一结合 而儒家的天 则代表造物的最高秩序 所以结构性之上 我们这个天 它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例如我们会有说天上帝 这个天 天是一个超然支配 天道维持社会秩序 那天理就是自然法则的意志跟体现 所以儒家体认到的终极真实 就是天与天命 以及源自于天命而有道德心性 这个就是本心 所以深深不息的天道 这像宋明理学特别讲到 天理论啊 理气论啊 从天理看人世 这样 这样